哇 好重啊 500租了个31厅 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造 我拥有了复古的法式客厅 温馨的天空厨房 还有精致的奶油色玄关 今天我要开始改造 这个设计不合理的卫生间了 涉及到砸墙 特意和房东大哥打了招呼 砸墙就砸墙嘛 没问题 印象上都是我找人干 你这边给我设计好看点就行 没想到他不仅答应了 还说费用他包了 卫生间依旧想弄成 精致的法式复古风 这改造难度有点大呀 为什么要在这儿 弃个台面浪费空间啊 这个每次打开都会撞到马桶上 这真的酸Q 想把它换成有玻璃砖的浴室门 墙面在贴墙纸和刷机之间 纠结了好久 我决定还是砸墙 重新贴磁砖比较实用 毕竟房东大哥说 填的是他兜着 就在我苦思冥想设计图纸的时候 大哥安排的工程队来了 等一下就说我这些 不会啊 我就保护在我的卧室 果然化了填的效率 就是不一样 砸墙才磁砖一天就搞定了 真是一招回到解放前了 从毛坯重新开始吧 不大点卫生间 却出来60多袋垃圾 我的客厅已经不够放了 该水电一味又花了一天 下面就是做防水了 通过这几天的监工 我算是明白 什么叫材料不贵人工贵了 师傅每人一天500 再加上材料钱 已经大几天下去了 房东大哥的钱包怕是捂不住了 防水干了就能贴瓷砖了 趁这个时间去趟建材市场 好 我想看一下卫生间的瓷砖 这都好现代啊 没有这种现场的摄影 现场的摄影 有没有别的款式的啊 或者别的颜色 逛了好几家店 基本上都是灰色调为主 看着太牙异了 估计我想要的特色砖 只能在网上找的 在这两种风格里 遮结了好久 你们觉得哪个好看啊 那么什么呢 我们想要再来 谢谢大家